对于学习中文的人来说 最主要的障碍 莫过于掌握大量汉字 尤其是在文言中 单音节词占绝大部分 也因此中国古人 真的是会为了指示不同的课题 而专门创造出一个字的 比如针对马的毛色不同 身高不同乃至岁数不同 就能弄出几十上百个汉字来进行命名 也因此从先秦上古到十一世纪 汉字的数量一直在增长 比如目前发现和整理的 甲骨文字数量有4055个 到了东汉收文解字中 汉字数量增长到9353个 三国池广雅收字18150个 一直到北宋内边 收录的汉字高达33190个 之后汉字增量放缓 直到清朝康熙字典 共收字46933个 是古代收录汉字数量最多的字数 不过汉字的数量并非只有这么多 现代字数如汉语大字典 更是收字60370个 其中南简字表还录入了不少读音不详的汉字 而将佛经道经和石刻资料中发现的一体字 也包含在内的中华字海 收字85568个 除了中国以外 受汉字影响的其他国家字数中 也有大量汉字收录 比如日本 大汉和词典 收字5万个左右 韩国 汉汉大词典 收字53667个 日本 金西文字净 收字更是高达16万 其中还包含了 越南旧时曾使用的 以汉字为原型 子如仿造的南字 虽然汉字数量众多 甚至还有衍生字型 真要统计一个准确数字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从商朝至今 使用最频繁 自己稳定不变的核心汉字 不超过300个 这些核心汉字 在任意一篇文本中 占用字数量的70% 余下29% 则有2000个汉字 而那孤独的1% 则属于其他几万个汉字 其中大多数 属于在文献中出现过一次或几次 或只在特定情况下 才使用的一次性的汉字 而在27部先秦主要文献中 1076个汉字 占全部用字的95% 而这些先秦点击使用的汉字数量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 比如诗经用字 2831个 周易用字 1358个 老子用字 824个 而孙子兵法用字 更是仅有 760个 所谓 威严大义 可见一斑 汉朝集以后的文献中 如史记用字 4932个 其中868个汉字构成了全篇90%的篇幅 有1017个汉字 只出现过一次 如果以思库全书作为依据 其收录 3071本书 共计8亿字 使用了29,088个不同汉字 如果将用字频率做一个统计 那么最常用的1000字 构成了整部书篇幅的 81% 2000字构成了92% 4000字构成了98% 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则是有3500个汉字 能够覆盖现代主流文本的 99.48%篇幅 所以 中国九年英语教育的 语文课标里要求 认识常用汉字 3500个左右这个标准 可以说是 十分有依据 不过 认识汉字的数量足够多 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汉语水平 一定很高 因为还涉及到 构词和造句的问题 毕竟仅有 760字的孙子兵法 不是所有人都读得懂 当这些单语素的字 组成成千上万不同的词和短语 要是还包含典故的话 就会造成每个字都认识 但放在一起 就不认识的情况 这也是许多老外 在学习汉字时 最头疼的一件事 认识几千个汉字 但仍然读不懂一篇文章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微博东历史 感谢关注并转发我们的 原创视频 零视频APP等你下载